据气象水文预测 今明两天 我国黄淮南部江淮北部等地 将有大道暴雨 南海热带低压可能发展为热带风暴 将于7号中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 受降雨影响 淮河上中游干流将有一次明显的涨水过程 其中王家坝正阳关河段洪峰水未接近警戒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紧空水 目前水力部维持水汗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有三个工作组在黑龙江安徽协助地方开展防训工作